明陽大火至今是第五天了 因為最後一名的失聯員工找到遺體 碳化嚴重 無法確認DNA 還在持續的搜救 內政部長也要求要儘快啟動 災害事故調查會 而明陽下午對外說明 將會存體五億元的信託 將用來賠償傷亡的員工 專款專用 殉職消防人員則會另外給予賠償 檢察官下午再度來到火警現場 還有員警帶走疑似電腦主機 內政部要求儘快啟動災害事故調查會 地檢署也與消防署 火調人員搜證釐清 但進度到哪 縣府表示偵查階段 不便對外說明 最後一名失聯員工找到部分遺體 卻因碳化嚴重無法確認DNA 搜尋行動持續進行 但前一天有三名消防人員 因吸入液氧化碳濃度過高 自行就醫 而販保協會協助家屬申請扣押 以防冥陽脫產 卻被法院駁回 這次火警後爆炸傷亡慘重 經濟部勒令民陽全部生產基地停工 也讓民陽董座召開記者會宣布 已與上海銀行簽約辦理信託賬戶 提存五億元費用來賠償撫恤員工 將由律師擔任監察人 專款專用展現賠償誠意 民陽表示殉職的警銷 會另外提撥金額撫恤 強調員工到年底前 公司都會支付全薪 也會負起照顧他們的責任 公司業績不差 也有保險 有信心能支付所有費用 也會配合調查 並在公安消防設備改善好 財壇復工 記者王庭許正俊 屏東報導